大家好 現在要來為大家示範 中央加熱系統 用煤來燃燒的加熱系統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燒煤的 然後煤存在旁邊那邊 這裡全部都是煤礦 看一下煤礦長這樣 烏金啊 烏金 這個能量存得很高 所以可以燒很久 比木炭還要燒得更久 也比樹材 木材燒更久 你覺得這裡有多大量嗎? 1吋嗎? 1.5吋 所以大概有1.5吋的煤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要開啤酒 啤酒是開啤酒 啤酒是開啤酒 所以這是一個燒熱的 燒熱的燒熱 所以這一個燒熱的燒熱 對 我們需要把燒熱的燒熱 對 所以你看到這裡有很多燒熱 燒熱 把燒熱的燒熱 我需要開啤酒 來開啤酒 然後用這個特別的燒熱 使用這個燒熱 使用這個燒熱 移動 把燒熱 移動到後面 我們不需要清潔 因為它會更難燒熱 然後燒熱 對 有很多燒熱 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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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些燒熱嗎? 這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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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在燒熱 所以燒熱 燒熱 不是最好的燒熱 所以你做到這燒熱 要燒熱 在某個程度 在某個程度 因為如果我們太多燒熱 就會很難燒熱 燒熱 所以這燒熱 這燒熱 這燒熱 我會把燒熱 這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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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燒熱 是用的嗎? 是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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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燒熱 我們不能用在某個棵 我們不能用在某個棵 我們只用在某個棵 這燒熱 這燒熱 這是燒熱 這燒熱 不是很容易 是自然的 但這燒熱 不利用在某個棵 你只咬它 你只能放到某個棵 你會放到某個棵 不 我們放到某個棵 我們放到某個棵 所以你能不能放到某個棵 不 不,在我们的检查器中,这个检查器不太用,而是不可用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它 这一盒是准备,现在我们就像在火山的火山 放入柠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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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火 然後我們要開始燃燒 然後燃燒 然後這就是燃燒 所以這是燃燒 燃燒 燃燒 對,燃燒 它會導致流動在燃燒 所以整個系統都活動 謝謝燃燒 這就是一台鼓風機 加速燃燒 這台水幫補 把熱水打進去這裡面 然後傳到房子的各個角落去 還有一些開關 常常是溫控開關 這個我也不懂 有點複雜 所以主要是 你燃燒水 然後你燃燒水 進到房子的每個角落 對吧 所以水在燃燒 你燃燒它 然後會導致流動 哪裡燃燒? 在這裡嗎? 在每個房間 在每個房間 那些木材的東西 對 然後有一個水管 有一個水管 它會保持住 水管 如果水管 水管 如果水管 所以 全體內部 是水管 水管 然後 到這裡 有熱水 來 它燃燒 水管 所以 熱水管 然後 然後 在各個房間 對 如果温度超過 100 度 它會溫暖 所以如果沒有水 温暖 它會溫暖 有機會 大家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安全系統 以免加熱到超過 100 度 因為這個沒有一直人在顧 所以有可能你不小心加熱到超過 100 度 這裡面的水全部都沸騰了 這邊等於是一個炸彈 所以上面會有一個類似泄壓法的東西 等一下有機會上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要開始用一些泥 因為它很容易燃燒的 先用這些容易燒起火的木材加進去 先把這些堆疊起來 你要留個空間讓空氣可以走進去 有三角形 精緻塔形 加一些煤礦 好 現在我們拿了燃燒 保重 現在我們把燃燒開 先把水缸布打開 所以它們卡通在這機構上 設備是12 度 它們卡通 所以在游泳裡的水缸 這裡啊 這裡是12 度 它們卡通 先把火中 先燒起來 先把火中 先燒起來 好 當然要注意 因為火中 才 noise 當然要注意 因為火中 燃燒會升上去 所以可以只要有一個看一下 然後就完成了 那樣 火現在已經燃起了 就把它先擺好位置,接著讓它掃 在一瞬間 我覺得這樣 也跟那個房間的壁爐一樣的意思 就是你要先把煙囪給加熱 因為煙囪沒加熱的時候 煙囪效應沒辦法出來 所以煙會從那邊被擠出來 煙囪就是在這裡 這邊接到後面這個管子 所以剛剛這個 控制煙囪的開關在這 那煙就這樣進去 但是這裡面走上去這樣 但是裡面現在是不夠熱 所以它熱空氣還沒辦法 好地帶上去 但是我們還沒有清潔整個房間 而且它很容易 開始燃燒 當它是空間 之前你們來的時候 我已經空間了 它是非常困難的 要開始燃燒 所以很重要的是 空氣固定 所以這裡進入或外 這裡進入或外 這裡進入或外 你看嗎 有一瓶子 所以空氣可能會進入 因為空氣 對 這裡進入 兩個通風可以對流 不然我們可能會浮沫 或有些毒物質 可以在這裡 但是空氣固定很好 所以我們有很多 所以我們都很安全 這裡 因為每個季度 或每個季度 我們必須加水 而如果太多 它出來了 因為我們 所以我們都會浮沫 在這裡 所以我們都會浮沫 所以我們都會浮沫 然後我們都會浮沫 有很多保護 我沒有知 如何 所以我們都會浮沫 怎麼會浮沫 但是這些 把季度進入 然後 從那裡 你可以聽到聲音 對,什麼聲音 是 它抓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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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燭 毒 咪 噢 12 所以 今天 我不太冷 所以我們可以保持 40 45 14 14 我們可以保持 40 真的嗎 1,5 對 如果真的冷 應該還有18 然後我們必須要很小心 因為我超過100度 如果我們放太多氧 就有可能會發生 然後我們會按煩惱按鈕 所以唯一方法控制溫度 就是氧量 唯一調整水溫的方法就是 調這個煤的量 所以要一直 等於是你要一直要注意 不然太危險 但他說今天因為今天沒有到很冷 所以今天就加到40度就好了 40到100就有滿一段差距 所以就不會很危險 我們可以放在1至2分鐘 那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會加熱 然後我們會溫度 溫度溫度溫度 好可愛 今天算是第二支影片介紹加熱 上一次加熱那個 房間的壁爐 這個是中央的煤加熱水系的這個 介紹第三個 第三個是 這個算是廚房的煤 現在要偷看一下 現在這個火可能沒有燒 現在這個快熄掉了 因為我們現在正要加熱那個煤的 那個中央的 所以這個就暫時先沒有再補火了 但是這個就下一集介紹第三集 這個是就這樣 煤然後可以煮東西 還有搭配烤箱之類的 這個第三集再介紹 這裡要小心 所以要開啟動 所以要開啟動 你一定要開啟動 喔!煤是出現 在旁邊 因為有時 不可怕 火可以出現 然後你永遠知道 什麼事會發生 所以要開啟動 因為這樣會不會出現 因為煤是出現 所以煤是出現 所以現在我們要用煤 這意思是煤是不夠熱 所以煤回來了 因為煤是冷 所以煤是14度 所以慢慢煤回來了 喔!加熱一度了 不錯 喔!不錯 OK 現在煤是不夠熱 現在煤是不夠熱 喔!現在煤是不夠熱 所以我們可以嘗試煤 15度 已經15度了 我們可以嘗試煤 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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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熱氣 應該要進入煤 不進入煤 嗯嗯嗯 所以你不要浪費火 就是 等於是說煙囪打開的時候 是在點火階段 起火階段 你整個已經燒起來之後 你就要把它關小一點 這樣熱才會留在這個管路裡面 不會全部都被排出去 所以現在就等這個上升 現在16了 等它上升 我們等到40度 對 對 40度是我們的溫度 嗯嗯 對 這個溫度 這個溫度 一直在燃 這個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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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所以 它控制這個溫度 嗯嗯 嗯嗯 現在它溫度 它是2 我認為 它是2 2 1 1 因為它是低溫度 所以這台就是會控這個馬達啦 就是控這個幫浦 什麼時候要打水 什麼時候停 它會等於是監控 還不錯 OK 好我們上去看一下安全裝置 這個暖爐在這個裡面嘛 那現在要從這邊上去樓上 看它的那個安全裝置 從這個樓梯上來 剛剛加熱的水就是從這個水管在走 這被冒抓到了 可以有保溫 這個就是一個加熱器 散熱器啦 哦 它是溫度 對 已經可以感受到它的溫度 當然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油會吸收到 在燃熱器 所以我們可以移動 這個部分 然後 油會出現 OK 所以 不要做它現在 因為它需要冷 我們可以移動 如果您不喜歡 這裡 這就是安全裝置 和安全裝置 所以 什麼安全裝置 然後 這個水 可能會温度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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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好,所以我必須開箱 好,現在讓我們等幾秒 讓氣氛消失 這是火 很強 火很大 我已經加了一些,但我們可以再加一些 在中間 沒有太多,因為我剛才加了 好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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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如果有太多東西在床上 太多燒焦 而且氣氛不流 我們可以移動 移動 他們會清潔 空間 對 把箱子移動 把箱子移動 所以從底 有些箱子移動 這樣 會移動 小小手 對 現在我移動了 能不能移動 裡面的箱子移動 因為它在裡面 下面的箱子移動 我們先看看 箱子移動 然後移動 喔 你這樣動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 它那個 煤在動 大概是這個 這個概念 煤礦加熱系統 就介紹到這邊 下集再見 下次介紹 後面這台 廚房使用的 也是煤 的一個 火爐 煤 之類的 OK 下次再見 掰掰